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梁律師 現在是2020年 昨天開年之站 你怎麼看 警方突然抓了400個人 和將這個8萬遊行去腰斬 這種方式去處理 我覺得那個元旦大遊行 你是出了不反對通知書的 而出來遊行的人是在行使我們受到憲法 和人權公約所保障的和平示威的權力 你突然間在5點多宣布要腰斬那個遊行 最初還說只是給半個小時疏散 一百幾十萬人怎麼疏散 香港大球場聽說坐五萬人 都要整四個小時才能疏散 那你有什麼可能幾十萬人在街上 你說限這麼短的時間呢 後來他放寬了都是給45分鐘 我覺得是很離譜的 我很同意有些說法就是草奸人命 有什麼可能呢 還有現在坊間當然是熱議之中 就說其實有人是看到 聽到那些在灣仔 就是現在警察就用來做一個藉口 就說你有破壞 就是那個中仁壽那些玻璃被人打 但是有一些在附近 就是在走那些市民呢 他們在那裡遊行的 就直接看到那幾個黑衣人 有人就問他 你是不是手足啊 他就不認了 不認了 接著問是不是警察 那些今天我聽電台呢 有幾個自己開了名的市民呢 他是說他們見到什麼聽到什麼 就說原來那幾個打爛玻璃那些黑衣人呢 當一被問 喂 你是不是警察呢 就立刻呢 就走啊 那你想一下如果他是真是 那些勇武的抗爭者呢 他走的方向應該就是向那些 遊行的人群嘛 因為這樣才有掩護嘛 他不是的啊 他說呢 他是向那些防暴隊的防線那裡跑過去的 而還有呢就是 你想一下 如果他真是那些勇武的匆匆子呢 沒有理由好像這些遊行人士那樣說 你問他是不是警察 他就會走的 因為如果你不是警察 如果你真是匆匆子 我問你是不是警察 那你不會有這樣的反應的嘛 是不是 還有呢 有另外一個聽眾呢 就今早在電台節目就有說 就說原來他是剛剛經過海皮 就是其實走一條街呢 就看到有一至兩個黑衣人呢 就衝出去海皮 那裡呢有十幾個防暴就站在那裡的 那他就這兩個黑衣人呢就叫 就說自己人 那那些防暴就站在那裡一棟木這樣 就沒有反應的 那當然啦 譬如你說 究竟裡面打玻璃 那個黑衣人 或者 是 走了出去海皮 是不是同一個人 我們證明不了 但是起碼那些時間是挺吻合的 那 那 就是不知道警察 是不是這個新的行動代號叫自己人 那 還有呢有一個 我記得今早我聽電台呢 有一個他自己開了自己的名字 他說姓簡的先生 他說他和他老婆呢 就剛剛走到中仁壽 就是 被那些黑衣人打玻璃那裡 那他呢就很勇猛 他就想去抓其中一個黑衣人 但是他說他就不夠力去 去制服他 那那黑衣人呢 就終於是逃掉了 但是呢 他就 剛剛抓到他的背囊 就把他呢 那個叫做防水罩 就扯掉了 那他說呢 那個黑衣人呢 在那一刻呢 就 轉著臉跟他說 不要再搞啊 我拔槍啊 那他說他老婆聽到的 那這個從電台出來了 那 那這些東西呢 我覺得你警方 或者林鄭 你不去解釋呢 你怎麼可以服眾啊 就是現在 你想想昨天 我就 就是 由維園 我就兩點半出發了 那我就 走了大概 到了四點三左右 那 就去到我們公民黨 那個 就是欺慎廣場 那個街站 那我打算在那裡站兩三個小時 然後走過去的 那終於都沒有辦法走完 走完 那 我去到四點三 大概一個小時之後呢 民陣就已經說 就是要警方 要求他們呢 是腰斬那個遊行 那但是你想啊 從那裡 其實 我看回那些照片 5點3 到6點期間 其實還有很多人 是由那個炮台山站 因為天后站已經封了 由炮台山站出站 就走去維園 而維園那個草地呢 是還是站滿人 等著出來的 那你在那時候腰斬 是不是很多人很生氣呢 還有 那我打點完 我們去街站的一些東西 就是收好一些東西 那些職員可以等車走 那我就慢慢走回去那個 這個叫紀利佐治街 那個入口 就是想回港鐵走 那我從西慎廣場那個街站 走到紀利佐治街 足足呢 用了大概40分鐘 才是去到月台 這40分鐘裡面呢 我告訴大家聽到些什麼 沿途啊 那些香港人 每個人都在跟我一起 在排隊進去 每個人呢 就慶得很厲害 我聽到兩個人自己在那裡談 就說 就說 唉 真是慘了 我們在維園等了三個小時 出不來 我幸運一點半到 那時候就不是那麼多人的 而且我又約了 我們公民黨那些新的區議員 因為他們就大會請他們 在頭鞭那裡就出發了 那我和他們一起走 所以我是接近頭鞭的 那我就沒有那麼慘了 因為原來後來那些人 等了三個小時都出不來 是啊 那一陣子不是那麼多 是啊 所以你想想 你又出了不法律通知書 跟著呢 你又做了這樣的動作 就給自己一個藉口 來到呢 是去腰斬那個遊行 而還有就是你給半個小時 後來給多15分鐘 好像黃欣浩蕩那樣 就叫那些人散 那些人散不了 散不了呢 嘩 跟著就大圍捕了 那今天就有報紙講 就是獨家消息 這個人是政府放風 是不是 警察放風 就說這個是新策略來的 這個呢 就是有殺錯沒有放過的大圍捕 喂 還有啊 他更離譜就是呢 那個警察出來講 據那個報道講 說是啊 我們知道的 一定有些是無辜的 我們告不到的 喂 那你就抓 那你其實很明顯 整件事呢 就是針對和理非的 他知道和理非呢 就是有不法律通知書 就扶老葵休就出來啦 跟著呢 他就找一些借口 好 現在隨時 當然這一刻 我不能夠講實 但是如果從各方的消息看呢 就是警察自己搞鬼 製造借口給自己 去終止那個遊行 然後就給一些極短的 不合理的時間被人疏散 你散不了 他就抓你 那其實這個是侮辱香港人 因為香港人是行使著 我們受到憲法保障的 和平示威權利嘛 接著你又叫人趴在牆上 又要蹲下 又要守身 所以他就是用這方法來侮辱香港人 震懾那些和理非 就讓我們以後不要出來遊行 不過我肯定告訴你 我昨天排隊 進去坐港鐵 的時候那四十分鐘 如果他真的是 林鄭和中共想著震懾和理非 他達不到效果 因為我那四十分鐘經歷的就是 每個人在那裡 馬馬聲 就直接說離譜 就直接那些人已經認定了 是警察自己搞鬼的了 講的是他自己自編自導自演 就令到一些很想出來 去用和平理性非武力方法 去表達意見 去支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人 都是很生氣 而且昨天你如果有留意 因為我走了 就是差不多兩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的 在路上這樣走 除了這個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第二個 最多人叫的口號是什麼呢 就是解散警隊 黑不容緩 其實說真的這個口號 我兩個月前 我都沒有叫到的 因為我當時我都想過 警隊如果解散了 其實不是很實際 怎麼搞呢 無警的臣子 但是現在呢 我完全沒有困難去叫這八個字 因為我覺得呢 警察實在太過份了 你要明白 香港人 其實根本就是 很大部分都是和理非的 是不是 那你呢 如果你說 喂 你可以這樣 濫打 濫捕 跟著呢 林鄭 去那個 這個 徐直 去灣仔 警察總部說什麼 他說嘛 他說 他說 正義 是在我們這邊 其實是心虛 是不是 如果正義在你那邊 什麼 酸之於口說 就是等於人家說 你晚上走路吹口哨 那樣 自己壯膽 他還有 他說 他跟那些警察說的嘛 他說 要將 過去幾個月的 汗水 淚水 什麼 流血 一筆 就去勾銷他 那就是要什麼呢 就要將那些 犯法的人 是要承之於法 那意思是怎麼樣 你現在想著就是去 立亂去抓人 立亂去告人 或者抓了不告 嚇你 讓你不敢出來 這些 你現在 現代人 教兒子都不是這樣教的啦 是不是 你不要說我們不是你的兒子 我們現在是香港市民 我們是受到基本法的保障 是有我們的人權自由 是有法治的嘛 對 是 他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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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餐廳 是 你 操作 你 你 像